在哪儿捡的呀 在那个到外五道街 北五道街 捡到他就这样是吗 对 他让你打完了 我本来没人管 我吵太可怜了 行 放着吧 你们看见他说他已经被他主人打 当时我没看他打 我家老板跟我说的 他们是开游乐场的 然后这个人江边都不热闹吗 人多嘛 这小子就喝多了 他喜欢买的 买完了他就有个袋子 挣个袋子他就往里装 他先就不是好让琢磨他 然后后来他就往袋里装了 他使劲装的袋子那么小 他不进去 就咬了他一下 他就急了 然后打成这样 那啥玩的抢嘴 这么不适 多数人劝都劝不住 多数人劝都劝不住 然后涨了 然后涨了 涨了 很久以前的事了 但现在鼻子口腔都有出去 涨了 在他点上 在他点上 你把他抢嘴 抢嘴 他這麼狠 你能救我一遍 你能把他們救我一遍 我都來慘了你 刘雨大姐 昨天那小猫怎么回事啊 那球主员说的 就是那个小猫咪啊 说是一个酒鬼 一开始把那个猫的腿摆蛇了 摆蛇以后完了又打那个猫脑袋 是这样的啊 就是奉劝一下大家 就是送养盲孩子一定要审核严格 就是本来姐那些猫猫狗狗都是挺可怜的 再送到坏人手里头 包括像那个猫猫被虐的现象有好多现在 就送养手一定要注意啊 好 别急 自己和我以为是保佑 Tail 不够的人 就和我正 att她也讨论 analy手lege 你行 所以我这种码刀 我就是我的问题 在谅算 我 come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